一周六会同学UC毕业 然后秋天的时候会去到南京沈济大学 今天就是会很快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怎么获取天气方面的数据的 我就主要讲一下数据的来源和做的一些处理 刚刚听老师讲之后 我就很快的加了一下 我们最后数据的样子 给胡涛老师就会长这样 胡涛老师好像说会再进行一下 Data Transformation 会变成应该我想会变成White Format 现在我们处理好的是一个Long Format 就每一个城市 这看到的是北京 从我们收集到的下载到的是2019年12月1号 应该是到2020年4月7号 每天的气候 然后在右边可以看到这边有哪些 就是weather conditions在这个里头 在这儿的话就是这个是我们数据主要的来源 它是在这个NOAA是National Oceania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下面的National Climate Data Center 然后我们用的是Climate Data Online 我在slides里面给大家有每一部每一部应该怎么去点击 但是我也可以给大家现在看一下 为什么 就是点击slide上的link之后 就会去到这个网站是Climate Data Online 在这儿的时候我们第一个选择Data Set and Product 在这个之后呢 我们可以选择要的是每一天的 所以选择的是Surface Data Global Summary of the Day 然后选上之后它就会变成蓝的 我们就可以点击Access Data and Product 在这边的话就是根据自己的想要的地方可以选 然后我们因为是选择中国的数据 所以在Country的时候 你就从这个回头找到中国 找到中国之后 这边不用选Station Lake Range 就直接继续 然后在这一部的时候 它没有其他需要选就继续 这边是会给出来所有的中国就是Air Force Stations 如果就是大家知道自己要收你一个Station的话 可以单独选出来 不然的话就是可以全部选上 然后这边一定要记得选上 选上它会变蓝色 不然最后出来的数据就是空的 这边继续之后 在下面就是可以选你要的数据的时间范围 在这边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 我们下载的是2019年12月开始 那因为现在它这边只给到4月7号 就反正选好自己的time range之后 就可以点击你要的output format 它只有两种可以选 然后一定要选上我不是机器人 这样再到最后就到最后一步 对最后一步的时候 这个主要的就是text format 这是主要的数据 如果右击的话是可以下载 然后直接点击它可以看到数据长什么样 最左边的first column会告诉你每一个station number 中国一共有402个air force stations 然后这个year month and date 就可以看到是从哪一天开始 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刚刚选择4月到5月 它只更新到4月7号 然后我们会就是继续follow up 有新的数据出来 我们就会更新 然后会更新别呼唐老师 然后对后面的话跟着的就是 有哪些跟天气有关的variable 除了这个之外 我这边会看不到它的icon 或跟着你电脑不一样 你可能看到的也是一个组号 但是没有关系 就下载的话还是右击它 然后点击它可以直接在线看 这个里头就是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 去告诉你每个variable代表的是什么 还有包括它的measurement unit 然后这个station list也很重要 要下载下来是因为 这个我为什么它线上看不了 我可以回到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slides呢还是 可以slide 嗯好 对就刚刚没有能够点开的station list 这个要下载下来很重要 是因为它会提供你这个station number之外 还会告诉你每个station的longitude和lightitude 在这边 这个的话灯号对我们来建造城市 就是city level的daily weather会比较重要 所以这边重要的信息就是station station number 和airflow station number 和这个longitude andlightitude